男嘉宾王先生65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 有请王先生 有请 女嘉宾王女士65岁来自黑龙江退休 来 有请王女士 有请 两位都姓王 对 对 说结婚有40年了 对 今儿来是 我有很多的委屈 很多的难处 结婚了40年 在我心里一直在毕业去找 我跟他恋爱开始 好几年 他家的房子非常小 他有爷爷奶奶 还有弟弟妹妹 住9米的房子 完了之后呢 我们出了好几年 没有结婚 没招了呢 就是出去租房去了 在租房子当中呢 你说我俩挣30多块钱 一个人挣30 俩人挣60块钱 他呢 他老出差 出差我得呢 买米 买菜 买煤 中房子是平房啊 咱得烧火啊 是是是是 他就几乎就是 全都不管 都是我一个人 第二年呢 有了孩子以后 完了他更是不管了 我还得整孩子 送托手 什么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也在上班啊 完了特别有一次 他出差了 完了我去那个买凉去 我其实孩子睡觉了 就跟枕头堵上他了 结果回来呢 孩子掉地去了 那脸的嘴都卡破了 都是血 那时候我的心情 我特别难过 我其实他又不出差 在家帮我一把 我能这样吗 所以我就是 他心里始终就憋着着 是是是是 你那会儿要出差是吧 对 单位工作的比较忙 没办法 对 所以 母带 他经常出差 嗯 他把孩子卡了 那就是 他就没见到 当母亲的责任呢 反正 那怎么就都是我的责任呢 你怎么就一点不管呢 我不也 在家的时候不也管吗 你管你都正常下班 你现在回家 你这个单位干活了 单位什么 是挺忙 我还是单位的 那个先进工作者 哦 所以这个时间呢 照顾家的 就比较少 啊 这是避免不了的 我也选择 是是是 这个 这可恨得有一次 我在家蒸馒头 那次你没出差呀 你上班 那哥家蒸馒头了 孩子跑出去 都四五岁了 忽然跑回来了 那个手卡那个血呀 他出去玩的时候 往那外边院里有那个玻璃瓶子 他缠着上去了 那血出的 我领着孩子往医院跑 跑到那 大夫给你缝了好几针 弄出我的心情 你真的不知道 我回来跟你说 我说孩子手卡出血那事了 你都没直升 我妹妹批评她就不错了 那这 孩子给你被卡了 那还要 叫我咋说呀 是不是 是 单位上忙 这还是说 有时间的时候 你就老认为单位忙 你说人家正常 你们下班是五点 你回来帮我一行 你还老有礼 还有吗 有 他那个年轻的时候是 长着一表人蝉 有一回 我们上街买东西 要回去过年过节 晚上有个女的 楼上楼下跟着她 我瞅 这女的怎么上边瞅她 下边瞅她 来说到老瞅她 我心里吧 这心是 这个人认识你是咋的 我问他 他说不认识 这么多年 就在心里 然后有个结 这啥结呀 那你说 他长得帅 人家看他一下嘛 那你是不是有关系啊 那你怎么跟他你呢 他都不跟别人啊 帅呀 这个事吧 我跟他说 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 那是什么人呢 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他要说的这个人 是单位的同事 还是我们的邻居 您都不知道是吧 他始终就是 诬赖我 我可没诬赖你 有回 咱家有事 我上单位找你了 跟你们单位 碰见那女的了 是 有可能这是 我分不太清 可能就是邻居 反正是我 没做对不起她的事 不是 这事多少年了呀 这事是 三十多一点时候啊 这不都六十多了吗 这不反小厂吗 因为这个事吧 憋气的我有病了 什么病啊 憋着我 就成天老行事啊 完了有一天 上完班回家吃完饭 第二天起来 不会冻的了 浑身疼 就一点也冻的不了 疼的你 真的 那个滋味是 没法说的 就为这个事 老憋去 老行事啊 就不能冻了 后人家就不冻的了 就浑身这肉全都疼 大夫怎么说啊 医院都看了 人家说就是你生气 别火啊 可能就是窝那会儿了 那就是这些肉疼啊 哎呀 咱们可别生气啊 气声大了 动不了 那后来怎么又能动了呢 后来 他那个领着我到处 医院都看到了 完了 就是说是又去安抹又啥的 完了就是我 就双拐 一点一点好了 那说明大哥不错呀 不是 还有啊 他那个把我背 整外头去了 他去上班呢 那雨有一天 哗 下的 那给我交的 我连躺在 带雨交的我 那时候我都行 你说我活的干啥呀 就这么教我 那你说他又能 回来时候 给我整屋去 我也不至于 招这么大罪啊 家离单位 特别远 因为这 他有病 我给他搁自信车 推着他 求医问药 搁出这 看病 看病的时候 也就是说得 晴晒晒太阳 按按摩 这我就给他背出去 这个关键是这样 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阴天下雨 管不了啊 是是是 那就下雨了 那就挨伦了 是我心里不得劲 那是没办法 这过去的事了 他这老叨叨 这么些年 这沉芝麻烂骨 老都揪起来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你根本拿我们俩 俩就不伤心 你已经收拾 给人家 帮人家干活上心去了 我们俩结婚 买了一块表 这个表吧 是一块好表 完了 我就带了没几天 他呢 给人家同志去 收拾表 收拾来 收拾去 把我这表 这个零件 给人家安上了 给人家表走路 我那表到现在 这四十年 还多加冷子呢 那会儿学雷锋是吧 对 那个时候 是 确实 年代了 这个脑瓜比较好使 愿意自学 我就给修表 同事 朋友 有 水表不好使了 咱们帮手手手手 紧点心 你是光手手的事吗 咱家就挣这点钱 你用那钱 去买的修表 就零件 买那个给人家修表 那油 给你点了油 花了一百多块钱 我天啊 那个时候 确实他可能 有点心疼 这个事 咱检查 那个手表 零件不好使了 这着急坏了 那零件 这赶紧的 没办法 现去买不行 把家里 得给他换上 这不 朋友同事 这事也得 咱得尽上心呢 是 是 是 这给人整好了 给他擦完油 你一叫上油 给人送去 先被人打错了 你关手表吗 你还承受锁头呢 家里大锁 小锁的 给人家配钥匙 给人修锁 修锁门锁 给我修外头了 我进不屋 这个事吧 你说修锁 都是自学 没有老师教 难免就出现一些失误 这就是 感觉失误的时候 这个锁不好使了 开不开了 着急 越着急越开不开 那你说进不来 找个开锁公司开开了 开锁公司是花钱吗 他是不是得花钱 那你不买那个东西 哥那咱家过去的 是不是能宽度点 那也影响不了 还不影响 生活 那谁帮你一把呀 那这都过去了 甚至老范小强 单位有的同志 人家上外边去 开厂子去了 因为他有手艺 让他去 他个单位一个月 挣几百块钱 人家出去一天 就给他好几百块钱 他不去 他不去 我说你就去呗 咱家住房 就这日子 你就去呗 死活不去 完了整个日子过的 儿子结婚时候 我俩把我们住 那个三十二米的房子 倒出来 给孩子结婚 娶媳婦 完了 我俩又管朋友 和亲戚借钱 买了个二十八米房子 到现在那么住的呢 到过年过节 儿子 孩子 媳婦都回来 没地方住 一共就二十八米房 连厨房什么在那 搁那儿挤了 你说他要熟悉挣钱 是不是我们能宽度点 他就不去 是 是 是 为啥不去啊 当时那个年代 国营企业的只购 单位培养了这么些年 真本应该把自己的 全部的力量 都投入在这个企业里头 报效他 我个人的考虑他 如果到私人企业那去呢 他给他创造了 一定的效益以后 我在国营企业这边 他们有一定的 那个腐离待遇 到那儿去了以后呢 那就是短时间的 他以后呢 也就不用你了的时候 你就啥也没有了 我是这么考虑的 明白 理解 理解 我理解您这个 但是您俩人肯定不理解 现在有房了吗 现在就二十八米房的 你说孩子现在 孙女上学三年级了 你说他当时 他要除去挣点 是不是咱能帮孩子 是 是 是 我俩就住二十八米的房的 是 我现在呢 我俩从那个退休以后 就是省吃俭用 我攒点钱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二十年 我买一件衣裳没有 买一条裤子 买一条鞋没有 这么没有 没有买 所以您今天来是要 想把这些苦水都倒一倒 对吧 是 您直接说不就得了吗 不 你说这么年 我刚才受了这些苦 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 今天带来了一个 本分的好人 在那个时代尽自己的本分 对 踏踏实实实实实在在 本本分分地为自己所在的单位工作 甚至不顾及家人的一些感受 对吧 对 热热心心地为邻居服务 有的时候邻居家的事 甚至好比咱自己家的事大 对 对吧 碰到了时代转换的时候 总觉得要考虑过往的一些东西 所以没去跟那一步 结果发现跟那一步的人都富裕了 咱的生活好像还在过去 老两口有意见有冲突了 行吧 你们看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疆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您这辈子特别委屈 真是委屈 我真觉得就是听你这个 我都觉得特心酸 要不就算了 你看下面好多这个阿姨 好像对叔叔都挺有兴趣的 您要不就放手吧 好吗 阿姨你好像还舍不得是吧 因为这么多年了 过了吧 你说他是老是拍本分 对 在咱最难的时候 咱瘫痪不能动的时候 明天被咱到处医院去看 他整孩子 反正还想到这一点呢 您看看 您刚刚说的时候 你都没说这些 我一说有别的这阿姨们 您就着急了是吧 把这些好又想起来了 平时您跟叔叔交流 是不是也老抱怨他 老指责他说 我这辈子跟了你 我算是倒了霉了 是 没想个一天福 对 您说的全是这些话 是 您有没有试着刚刚就是这段话 你说哎呀 我瘫痪的时候 你看你竟照顾我了 哎呦我这心里啊 特别温暖 你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没有 叔叔他没跟你说过这话 刚刚你是第一次听到是吧 对 你什么感觉啊 终于他能理解我的心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但是他的委屈你能理解吗 能理解 因为啥 我的忙单位的工作 这站的时间太大了 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说呢 照顾家 照顾孩子 就像赵川说的那个年代 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生的 我在一个工厂里生活 我知道那个时候的工人师傅啊 都是以厂为家 家里其实基本都是女性在带孩子 或者有外婆奶奶在带孩子 男人们全都在工厂里 而且那个时候如果您是先进工作者 那您基本上就扎根在厂里了 扎一点都顾不上 对 根本顾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 因为生在咱们在那个年代 都是这么过来的 阿姨 我相信如果要抱怨 所有的跟您一样的都在抱怨 但是我似乎觉得在您这种抱怨里 也有一种幸福 甜蜜和踏实 好 谢谢周婷老师 谢谢 来 齐总 其实听阿姨说这么多呀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 您心里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看看您把您老公打扮的 四十年还这么玉树银风 哎 英俊潇洒 每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的背后 一定有一个贤惠不容易的老婆 你说对不对 对 但是外人更多的是被他的光环 光芒所蒙蔽 根本就看不到您的价值 您听到的都是对他的赞 先进工作者 乐于助人 一心扑在事业上 而且很本分 对不对 但是忽略了您在背后的支持 甚至于受到的委屈 没有人倾诉 因为没有倾听者 或者说 但凡你跟别人说 人都会觉得哎呀你知足吧 你可幸福了 你看你老公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 但谁知道家里人的苦 老公有没有更多的关注到这些呢 家里头就没有说对错 只有说你多担担点 他就能轻松点 他在外面多忙点 其实您也是高兴的嘛 对不对 那个先进工作者 那这五个字说起来 您多自豪啊 是不是 谢谢 来 战大老师 谢谢阿姨好 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说 给您们说一些什么东西啊 我只是分享一些自己的感悟 其实首先 我是想要向二位致敬的 因为您二位的婚姻虽然说 在阿姨看起来那么苦涩 那么苦 我跟了你这辈子真委屈 但是在我们年轻人看来觉得 这就叫爱情 这就叫婚姻 不管再苦再难 我对你不离不弃 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 说说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大公无私的那类人 他就这样的一个性格 他就是 我从小听我老爷说什么 不占公价一分一毫的便宜 然后全心全意的 为国家去做贡献 我的老爷老的 他们全都是这样 去身体力行的去做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起来特别的无情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才有现在 这么安定和谐 这么美好的生活啊 所以我说的更多的是 向你们致敬的一些话 是因为发自心底的 向你们致敬 至于回到你们的小家的家庭来说 其实阿姨你也有看到 叔叔对您好的那一面 只不过可能对他来说 有一个排位 工作就排在这个位置 然后是家庭 这一辈子不就这样过来了吗 对吧 好 祝你们二位幸福啊 谢谢 好 谢谢沙大老师 来 附老师 在这个世界上 最珍贵的就是能够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你说呢 那些半徒而废的人都不值得珍惜 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是最珍贵的 你说是吧 其实 你也挺划算的 年轻的时候 叔叔怎么说也是高颜值吧 对不对 当那个女人在上面看着你的老公 在下面也看着你的老公的时候 你内心 特别生气 不不不 人家在看你的老公 而你的老公不为所动 你享受了他一辈子对你的忠诚和本分 你难道不骄傲吗 你说呢 这个没 没有啊 你没有体会到这种幸福啊 我就觉得 那很简单 那我就可以给你看看案例 一些长得还算不错 老了还玉树临风的 到最后抛弃弃子的 我想给你看看这些案例 你就会觉得幸福了 你说呢 当然了 忠诚是婚姻当中 本来就应该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你也不容易 但是在那个时代 有些事情就是没有 我们的生活当中 太缺少叔叔这样的人了 现在有些人太自私 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不帮衬别人 但其实在他那些 所谓不顾及你 而顾及别人的这些事情的背后 你也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 在夫妻之间 没有谁说一个高尚一个卑鄙的 他高尚 那一定有高尚的你作为之称 我相信这些年来 你们在周灵四世和朋友们的眼中 不光他是一个好男人 大家肯定也评价你是一个好女人 所以就没什么好抱怨 既然踏踏实实这么一路走来了 头发一根一根变白 我们就踏踏实实走到最后吧 好吗 好 好 祝你们晚年幸福 谢谢 挺好啊 挺温暖的一起节 就录他们节目 你觉得内心是挺暖的 尤其是你那腰板 绑得那么直 做人做得踏实 不怕别人戳你的后继灯 对吧 这就是一辈子这么走来 那会儿也很厉害的 先进工作就好 潮头飙兵啊 对吧 是吧 所以您能嫁给他 婚姻也是被人羡慕的 对吧 其实您虽然心里有苦抱怨 但是每当听到 他是先进工作者的时候 内心还是无比 不得不得了 对吧 我没有听到 我没有听到 您的心理 其实是 我没有听到 都会是 这样的 我希望你们 还没听到 我们就算 我们在联系 有点 我们就算 知道了 我们的 我们在联系 我们在联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谢谢两位 辛苦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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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请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